1月28日凌晨6时30分,太阳刚刚升起,中国跳水队和水球队一行已经飞抵多哈。 从2月2日起,多哈游泳式锦赛就将开赛。 以全主力出战的中国跳水队自然是冲着金牌来的。 在本次中国跳水队的13名参赛选手中,包括6位奥运冠军。 全洪禅、陈玉希、张家琪、曹元、王宗元、谢思义等全部在列。 以全部主力参赛,跳水队的目标不只是征金夺银。 本次世锦赛是各协会争夺跳水项目巴黎奥运会席位的最后一战。 尽管中国队在福岗世锦赛上已经拿到满额参赛资格, 但仍要以此为契机观察对手、锤炼队伍,并综合考量成绩,选拔出奥运参赛阵容。 队伍中,全洪禅和陈玉希格外引人关注。 出征前,被问到如何尽快让自己达到最佳状态,全洪禅的回答是继续练。 而陈玉希则表示,把每个动作都练到极致,是比登上领奖台更吸引我们的事。 中国跳水队正在积极备战多哈世锦赛。 央视媒体公布了一段中国跳水队训练的视频。 训练间隙,全洪禅和队友们一起吃橘子补充水分和能量。 全洪禅在这次的训练赛再次输给了陈玉希,她的207C出现了重大失误。 不过,这是测试赛,本来就是用来查楼补缺的。 全洪禅的心态还不错,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。 训练间隙,全洪禅,张佳琪,炼俊杰等人在吃橘子。 三人吃得津津有味。 张佳琪还看了看镜头,然后赶紧躲开了。 全洪禅是个小禅猫,爱吃各种零食。 不过,她的自制能力还是不错的,控制了食量,目前的身材保持得很不错。 她的个子长高了,但是没有长胖。 全洪禅参加东京奥运会时,身高只有1米43, 现在她的身高超过了1米50,但是具体身高多少,她没有向外界透露。 全洪禅现在的个子和张佳琪差不多了,就是差了陈玉希半个头,而陈玉希的身高1米60。 跳水运动员的个子不能太高,体重也不能太大。 全洪禅现在的个子和身材是很不错的,她的弹跳和力量也很不错, 但是处在身体发育期后,柔韧性下滑了一些,做动作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。 训练场上,全洪禅一丝不苟,她练起了压水花技术,在央视媒体拍摄的视频中, 全洪禅入水,几乎没有水花,水花消失术再次上演。 自从全洪禅在东京奥运会拿到466.2分之后,水花消失术明满天下。 而要练成这样的水准,需要后天的刻苦训练。 全洪禅和陈玉希都是罕见的天才选手, 两人你追我赶,竞争很激烈,他们都不能松懈,保持了高水准。 在跳水三小只当中,张佳琪掉队了,不过她也在苦练。 多哈世锦赛,张佳琪会参加混合双人项目的比赛。